大家好 我是湯麗熊 Kimmy 今天為大家推介兩隻股份 第一隻是中海油883 最近都見到油界走勢方面比較反覆 最主要是受到美匯指數影響 但我認為油股可以留意一個趁低吸納的機會 我認為美匯指數會持續向下 甚至在106水平是受制於比較高的水平 如果油價升幅的話 最重要是看美元指數會否有回軟的情況 因為美國的加息有放慢的機會 主要是在去年年底開始 美國的核心通脹率持續向下 而核心通脹率亦是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最注重的數據 所以見到美國的核心通脹率和美國的基障利率的距離收窄後 所以市場都見到現在美聯儲的加息水平 由去年的0.75已經降到現在的0.25 相信都會繼續維持0.25的水平 但美元再大升的機會都因為加息因素不太大 第二件事我會看供應量和需求量方面的問題 大家如果最近看油一定會留意俄羅斯方面的局勢 因為由去年歐盟等國家已經實施了對俄羅斯原油格格上限實施了限制 所以當時令油價受挫下跌了 但最近見到在去年開始中國重啟防疫措施再度放寬 所以他將關口的門口打開時 市場人士就會看中國經濟明顯復甦 對油的需求持續增長情況下 就會對油的需求有支持 所以在現階段情況下 大家都會見到油每桶75美元的水平有非常強大的支持 短線都不宜提得太悲觀 暫時看到883中海有就已經由10.8這個位置突破 11元的水平都站得挺穩 所以短線之外都會看支持位11元的水平 大家可以看住這個支持位 第二就是為大家推介的股份 可以留意電力股華潤電力836 第一就是通常市場波動時會流入電力股作為避險 最近看到港股市場在短期內上衝到22,700這個高位 就已經無力再上到23,300這水平 就已經持續向下 甚至這個星期大家都看到 港股走勢近這兩個星期都比較波動 不斷在20,800有支持 但阻力位是21,800水平 所以上下波幅非常大 科技股的跌幅亦比較大 所以資金面方面反而可以走向一些避險板塊為主 而且亦看到港股暫時跌的成分都是居多 可以留意電力股 其實最近都看到電力股的資金流入非常明顯 華潤電力可以說是所有電力股內的龍頭首選 所以亦是這個原因 資金避險的情況下大家可以留意華潤電力 第二個情況就是用電量 其實看到內地由去年放寬了防疫措施後 社會經濟活動已經在此起飛和增加了 所以用電量一定是有一個很高的需求 又去年我們炒一些電力股 可能會看一些季節性的因素 逢冬天用電會比較多 因為怕冷 可能會發電機發電量比較多 其實由去年看到電力股 他們的股價已經去到一個調整期 直到防疫措施放寬了之後 大家看過完新春的經濟活動會再次起飛 房地產等等都可能會再次動工 用電量一定會增多 所以大家可以看回龍頭首選836華潤電力 可能有機會股價持續在一個向上 去到3月份的時候有一個爆發力 其實看到華潤電力的排息率 那方面也是不錯的 都有最少2%的排息率 也看到公司在用電量方面也有持續增長 附屬的子公司也說了 他們的用電量按年最少升4% 雖然4%用電量的增幅 不是去到雙位數太理想 但我會看有一個報復式的反彈 因為隨著防疫措施放寬 過往低基數 其實有一個好大估值潛力的空間 另一方面 大家看電力也會看煤價 其實在國內方面 煤價一定是有一個比較大的穩定期 所以電力也不會突然間 之間會有一個很大的加價 但也不會因為成本方面 煤價向上 而令到他們的成本就在售額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華潤電力836 華潤電力的股價走勢圖 由15元9年的位置持續向上 暫時看支持位20天線 16.6元 看支持位水平 我自己和客戶也沒有持有以上股份 多謝大家收看今集內容 如果大家有任何疑問的話 歡迎可以去我秒頭的聊天室 Kimi 買股必勝法